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讀中流字最深 中流有很多液 現在又流行波浪 但這一點都不驚 姚忠兒 自顧鞭 號選堂 當代著名國學家 字學範圍極之廣泛 包括上古史 甲骨學 簡白學 經術禮樂 宗教學 楚慈 史學 中外關係史 敦煌學 朝學 目錄學 藝術 斯文 文學 及詞學 姚忠兒曾獲法國漢學餘練獎 索邦高等研究院 首位榮譽人民科學博士 法國國家文化部文化藝術勳章 姚忠兒 1917年夏天 生於廣東朝安縣 父親姚岳是當地富商 錢莊老闆 亦是著名大學者 我父親對我影響很大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都幫他製作這些書籍 我對我家裡的書籍 和那些建立學術藝術的環境 是受了一種分途 所以我感覺到進入學校 那些東西對我的手益 不是這麼大的 我還是回家讀自己的書 姚忠兒入讀中學一年 就絕學回家自修 童年的姚忠兒 沒有童年紀的換伴 一個人沉醉在天紹樓的藏書 一個自給自足的古籍世界 不在藏書裡走出來的人 見識太多更留 所以古人說的家學 我很相信有這種情形 我是其中一個例 十六歲姚忠兒父親去世 姚忠兒繼承父親為之 讚寫潮州藝文字 年輕的姚忠兒要專注學術工作 無法兼顧錢莊生意 經歷戰亂 今天姚家的大宅 已經變成尋常百姓家 天紹樓已荒廢 再沒有藏書 我覺得世事什麼羊虛消長 是很尋常的 對我根本心中沒有一種 終於有過去未來 形在的一種 發加上去深細的感覺 但我看這些都行漏漏漏漏漏 所以我胸中的病沒有掛愛 一種衝生變動 到處都是這樣 不得到我們一家人為人 49年姚忠兒移居香港 52年授聘香港大學中文系 教授詩經、楚慈、漢藝六朝師父 文學批評及老壯 科語從事甲骨文、敦煌手卷、送詞等研究 在香港 遙忠兒打開面對世界的窗口 踏上融匯中西學術文化的道路 我現在不可以接觸到這麼多事物 我的優勢是因為我在香港大學教書 我1956年第一次去歐洲會議 1957年、1958年 我連續有三年都到歐洲去國際會議 這個優勢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我造成我 基本上是香港的跌跌 很多人覺得香港是沙漠 根本不是沙漠 是你自己去做 沙漠可以滑出那些綠洲出來